免費餐子的標配 免費餐子的標配就是這樣 麵包、夾起司兩份 然後一個水果 然後一個咖啡、一個湯 它都會有一個水果 今天是葡萄還不錯 我喜歡吃葡萄 然後這個是那個Supercar 這個橘色車車的標配餐 然後今天排的其實算少 就是今天其實是禮拜五 然後禮拜五其實有一個單位 我不知道是在哪裡 它是有免費餐子 就是有室內可以吃的 所以有一些真的那個 就不是有一些真的 講的好話不是假的 對我覺得他們有的應該是軍人或什麼 我說實話 就是有一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會去那邊吃 然後之前社工有跟我講過 但是我沒有去 是為什麼 對 簡單說就是 但是第一個我不知道在哪裡 第二個我也不爽 因為我說過我是來庇護嘛 那正常的狀況下 我是 他們是通常就是什麼 無家可貴姐 然後就是 就像我說流浪飯或什麼 然後他們就算有地方或是有錢 他們還是會去吃 可是 那本來就不是我的 正常會到的地方 像我那時候是在難民 然後正常在難民吃飯 難民有的晚餐還蠻好吃的 就是他們會有熱食這樣 好我就跟他說等我跟我家貓 生活恢復正常找到地方住 我再跟他去那個地方吃 因為我現在的 不是那邊的人不好 就是那不是我會 我正常狀況應該去的地方 所以我去偶爾會生氣 就是 像他們那有的 像 有流浪漢有的 他是有精神評估過 他就是會這樣 然後 你就跟他吵架也沒有用 可是我自己不高興 我可能會把 不是把氣發在人家頭上 是他如果對你不禮貌的時候 你就會反應很大這樣子 而且我就說我沒有那麼重吃 我想他們煮的就是可能 就是有肉 對 最好應該就是有肉 然後我也不覺得他會煮什麼米其林大餐給我吃 那這邊有的吃 我就在這邊吃 然後我就跟那個社工說 可以啊 等我的生活恢復正常 再跟你一起去那邊吃 因為 我知道我現在的情緒去 我不喜歡人家強迫我 這樣而已 那 這邊就很近 就離車站很近 我當初就是跟貝克維 就是被那個 很難民的人弄出來 就是在車站水就在這邊領食物啊 這樣 因為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硬把你熬到那邊去 你也不會給人家 不是不會給人家好臉吃看 就是你的情緒會 受到波及 你就沒有辦法那麼和善這樣 你就沒有辦法那麼Friendly 像有人故意子如蕭我就會很生氣啊 不然平常我是一個性格很好的 就是我知道有的人是故意騷擾你 像他們有的人會故意問說什麼 呃 我花多少錢你要不要跟我上床 然後我是真的不會生氣 其實雖然在台灣我也不會生氣 可是台灣 呃 我只會跟他說不行 這樣在荷蘭我就更兇 不是更兇 我就是更直接跟他說 他說他們有紅燈區 你要不要我跟你講住址 如果你不知道住址的話 請你去服務台詢問 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他們有幫你解決 請你不要在路上隨便的騷擾女性 然後我不會 像他們有的 有的那個女生 年紀比我大一點點的荷蘭女生 然後我真的去問他們那個辦公室的人 你們的紅燈區在哪 我叫那個人去 然後那女的還會比我神氣說 你應該送他去監獄 對 他說他這樣子 他應該要去監獄 我就說說不定他真的有需求 雖然你知道他在騷擾你 可是你說有的人是真的有需求 那你就跟他講 叫我不要在路上隨便亂問人就好 然後怎樣 所以這就是說我為什麼沒有去那個用餐的地方 不是 我就跟他說 我就等我跟貝克威的生活穩定 我們再去那邊吃吃看 看到你好不好吃這樣 因為現在 而且貓也不在我身邊 我更不想去 因為我本來就帶我貓一起來庇護 然後就算難民的錢 一個星期四十幾歐 我也 我也 一個星期四十幾歐 我也養得起自己 我也可以買肉 所以我沒有 這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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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麼重吃 這樣而已 然後 就在這邊他們就會領 然後他就跟我說 等一下我可以再領一次麵包 然後而且就算我在這邊領麵包 然後如果 就是沒有起司的麵包 或是我把起司吃掉 我還是會分麵包給 給鳥吃 就我的個性 就這樣 然後這鳥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鳥很可愛 還要講 對啊 大概就這樣 所以他禮拜五用餐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 可是 菜色可能會比這邊好 對 但是這就是固定每天都會有 對 可是我自己又會賭飯 然後我就說 你後來查他們 薪水只要2500澳 以下都可以請免費律師 所以我就說 像那名人 他把我弄出來這樣 不怕 因為如果他是上級下令的話 他可以請律師 就 不管他的 就是他可以請律師說是 是他的公司要負責 政府也是公司 他們連軍人都有公會 荷蘭是連軍人都有公會 所以 他就可以說是他的公司要負責 他不用負責了吧 然後 如果那個人被抓 就到最後是那個人自己做的事 那我就不知道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會一直拖一直拖吧 然後一直就想 這樣回去 不要 處理這件事 如果是他個人行為 然後他 薪水不夠支付利時費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不知道他會怎麼回應 但是如果說他是因為 工作的關係 他可以說是因為 他其實盡他勞工的責任吧 我猜啦 那 那 至於他良心過不過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 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了 對 然後我等一下再去拿一個湯 不過 然後 他們就等於一個 因為他們 現在 他們我來的時候 底薪大概是一千七百歐 現在已經一千九百歐了 但是他們兩千五百歐以下 是可以請免被利息 我那時候看他還蠻驚訝 哇 你也薪百萬 這算總低收入 就算不到低收入 也算總低收入 這樣 好啦 等一下再運來吃麵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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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他們的薪水 所以 看你問我為什麼有煙 為什麼就這樣 你不要為了強迫我跟你有接觸 可扣 別人的東西 那